第二回合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A 理狀肌 為什麼不是臀大肌呢 因為理狀肌是滿小塊的 那我自己有拉傷過 所以這一題我照答案 妳也有在練蜜桃臀 應該是說所有的運動 其實如果發力正確的話 久了就會練出蜜桃臀 瑜伽可能比較難一點啦 但是如果是禁忌類的 幾乎不練起來 沒有辦法往下練下去 臀肌的用力是很重要 穩定全身核心的部分 其實說臀大肌整個到大腿這邊 是全身最大的肌肉地方 肌肉群 對 肌肉群是腿部最大 對不對 是黎狀肌拉傷了 是嗎 接著 一天的肌肉 那臀肌這邊有很多的肌群 包括了臀大肌 臀中肌 臀小肌 那黎狀肌呢 是在非常深層的部位 那基本上臀大肌一旦拉傷 它是那裡最大塊的肌肉 所以感受上也非常的明顯 不管你做任何的動作都會拉倒 所以會覺得很痛 坐著自然都不是 而且它也還會連接 包括了我們的寬股的活動 還有股股的外轉 其實都是要由臀大肌所牽動的 大肌旋轉移 歐陽鏡 該是你報仇的時候了 是 來 準備 起 主題 我的答案是A A 主題 為什麼不是蘆薈 感覺蘆薈好像是外膚用的那種 或是當飲料喝 對 就類似 就是像我們曬傷什麼 都會擦那些蘆薈什麼的 所以感覺它好像是對皮膚的舒緩 會 舒緩皮膚 對 就是 燒燙傷 類似 對 那感覺如果是神經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艾草吧 我想 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請介紹 好棒喔 根據台灣的統計 事實上現在只要是 年紀超過六十一歲以上的長者 每一百人當中就有一人 又怕精神事症 所以其實比例還挺高的喔 那在過去我們對於艾草 就是一個中藥上面的印象 都覺得它是中藥的一種 但事實上它的萃取物 就可以幫助到我們的大腦裡頭 包括了神經元 多巴胺 它比較不會那麼的容易死亡 所以就可以一直保持腦部的活性 當然就比較不容易會去罹患 帕金神事症 好 校園 好 寶寶 最少兩千 最多兩萬 有佳玲 不能提示 請選擇 你就是有本事找得到 太厲害了 邏輯完全正確 真的厲害 這就是默契 恭喜佳玲 是不是真的坐到那個位置上 就會有一個魔力 我真的覺得 你坐到這個位置終於懂 你跟他講什麼了 你懂了喔 我不懂 坐半天不懂 請出下一題 假日家長常會帶小孩 細水消暑 但是依據數據的顯示 十五歲以下兒童 容易會在哪一個時段 發生溺水的意外 A 下午三點到四點 B 晚上的六點到七點 我的答案是A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下午三點到四點 比較是會細水的時間 我是以這個邏輯對 因為我覺得六點到七點 不太會去外面玩水 因為已經有點晚了 對 那你說如果是在游泳池 我覺得應該都有救生員什麼 應該不會發生溺水的意外 所以我是以去外面玩的 時間點來推算的話 我覺得三點到四點 是比較合理的時間 來 請介紹 美國的這個研究呢 就看得出來 其實統整了一下 細水的時間 容易溺水的呢 大部分都在傍晚 天色即將要暗了 所以六七點的時候 最多人會溺水 以及那男生溺水的比率 會比女生高 還有如果家裡頭是有嬰幼兒的話 就可以看到呢 他們脆腸啊 在運勢的時候 會在你不知不覺的情況 要溺水囉 所以爸爸媽媽也要特別小心 打力全轉移 立得費 請助理 通風與血中尿酸過高有關 請問有痛風疾病的人 可以攝取哪一種 普林含量比較低的魚類 A 鑑魚 B 蠻魚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普林含量低 因為我不吃魚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妳不吃魚啊 不太吃魚 開始吃一些好不好 因為有些魚真不錯 好 請接腳 好 這個呢 有時候喝太多酒啊 吃太多這個高普林的東西啊 就會造成尿酸過高 腎臟沒有辦法排除 但是有時候真的還是很想吃海鮮 這個時候你可以選一些 比較低普林的 這些海鮮的食物 比如呢 像是鹹鮭魚卵 它居然呢 普林是滿低的 還有在魚類呢 蠻魚也是呢 算是中度 還有呢 這個帝王蟹啊 貝類啊 海膳啊 這些都還可以 但是高普林的魚 就是幾乎 其他所有的魚了 什麼秋刀魚啊 竹甲魚啊 鯨魚啊 鮪魚啊 這些都算是高普林的 時間準備 52秒 最多三題了 來 請出下題 古代戰場中 身高也能夠佔有優勢 請問下列哪一位 古代的領導人的身高 卻是最矮的 A 拿破崙 B 亞歷深大大地 漂亮 我的答案是A A 鎖定 我們都聽說拿破崙不高 對 我怕這是陷阱 我只認識拿破崙 你認識拿破崙 你真的認識嗎 多久了 請介紹 好 其實如果以現在維基百科上面的最新資料 拿破崙的官方身高是168公分 所以其實比起當時代法國的男性他們的平均身高在163的話 他還是超出了平均的水準 所以事實上只是跟現代人比起來他並不是這麼的高大而已 但是來看看亞歷深大大地他多嬌小呢 他真的是一個超級小巨人 因為他的版圖横跨了歐 亞 飛 三大洲 但是他在打仗爭戰的時候 他曾經說印度人好高喔 像是巨人一樣 可是那時候的印度人平均身高是163公分 所以亞歷深大大地到底有多嬌小啊 據說他還不滿150公分呢 陷阱喔 對 36秒看最多兩題了 要12秒一題太為難大家了 18秒一題可以了吧 對不對 好好打 好 歐陽慶恩 準備 請 主題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腹瀉嘔吐 什麼情況下判斷他是否脫水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是如果吃冰的話 就是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我自己的身體可能會有一點 你是說你曾經腹瀉的經驗是不是 對 就也沒有到腹瀉 但是就是會有點 可能肚子會有感覺或不舒服或什麼 會痛或什麼 我是用自己自身的經驗去判斷 吃冰棒會吐 對 就吃冰的東西 太冰的東西的話 吃冰棒會吐 有點怪 吃冰棒會吐頂多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急診不會用食物來判斷 我們脫水就是從外觀看 小朋友皮膚的質地 哭有沒有眼淚 嘴唇有沒有乾臉 對 還有心跳 對 所以看到這個問題 這些外在的這些視覺 看得到的在 對 對 急診很難就是說 你讓你的小孩吃東西 這樣很奇怪 你來急診看病的話 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最大的疑惑 是哪一個急診科醫師說的 我最大的疑惑不是選項 是哪一個醫生叫他這麼做的 請一下 好強喔 這中外習俗不同喔 通常我們台灣人啊 華人會覺得說呢 好像吃冰棒啊 吃這些冷的東西啊 對我們的身體來說呢 是比較不好的 可是在美國的急診室 他們竟然會有一個冰箱 裡頭充滿了食物 甚至還有冰棒 他們會拿來測試 來到急診的小朋友 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多半會來急診呢 都是發燒啊 拉肚子啊 或者是輕微的脫水啊 那你會來測試 如果醫師給他冰棒的 這個小朋友 他根本也不想吃 平常小朋友都愛吃 但是現在不吃了 代表他可能當中 他的血液循環 並不是這麼的好 體內的循環已經降低了 所以他對這個已經性質缺缺 或者是吃了一點冰棒 就想吐 好 哈孝英準備 命運獎金數 兩千到兩萬 不能提示 請選擇 忙什麼 忘了 抓到了 恭喜 歐陽季衡 什麼感覺 厲害 17秒 最後一題了 沒有了 來... 最後的最後 請主題 今年衝浪的運動盛行 請問初學者 與休閒玩家來說 最容易會發生 運動傷害的實際點是什麼 A 落水時 B 滑水時 我的答案是 A 鎖定 時間剛好結束 非常好 落水的時候 最容易發生運動傷害 怎麼說 因為我覺得他落水的時候 就是人會 倒嘛 或什麼的 那可能那個 會有一些支撐的地方 可能撞到 或者是懷關節的地方 拐到或是什麼的 那我覺得在滑水的時候 應該是處於一個 比較平穩的一個狀態 那會 肌肉會吃到比較多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 我感覺應該是 落水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有一些意外的 意外的撞傷或是什麼 我聽說的一個危機一點是 他們在追同一道浪 他們衝浪的其實很... 最容易的就是去撞到別人的那個浪板 然後我很多衝浪的朋友 都會撞到那個頭都被撞破 還是什麼的 對 對 就滿危險的 來 請請 初學者特別挑挑出 初學姐 恭喜 好 在衝浪的時候容易受傷 其實第三名是做一些 比較特定比較有難度的動作 第二名是在這個滑水的時候 不小心刮傷了 但是第一名其實在 落水的時候受傷 因為一落水 你沒有辦法去掌握一個角度 有可能就會被那個衝浪板 可是本身的任何一個部位 可以撞到或者是劃到 郝教緣 來 兩千到兩萬 不能提示請選擇 恭喜 恭喜 一萬元 厲害 他剛剛有獎按一 對 第二階段到此告一段落 獎金開始有落差 齊孝君跟歐淑君 這一組九千元的領先 已經沒有了 阿孝瑩跟歐陽靜恆趕上了 而且大大的超前 三萬五千兩百元 沈志邦立德惠這組 淡薄名利 還是一千一百元 淡薄名利 所以